而针对香港的情势呢 昨天总统蔡英文他也在脸书上发文 说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 那么当中也提到了 一旦香港情势发生变化 可以停止适用港澳条例 因此现在被解读是线缩 回到了两岸关系条例 这一夕之间恐怕让香港人都慌了 因为呢这样的话门槛提高 那么当然难度也增加 让在台湾的香港人 现在想到故乡处境心急如焚 希望台湾政府能够帮帮忙 香港人民24号发起反俄歌法大游行 港警扔直催泪弹 让参与的人吓得四散逃命 但文工如今却可能 让他们对未来更恐惧 还没有来台湾的人已经影响很大 但是对于已经在台湾的香港人 还没有来到身份证 或者是都是拿居留证的人 影响其实都是很可怕 所以都请政府要好好考虑一下 毕业之后一直在台湾工作的他 向我国政府喊话 原来总统蔡英文24号 在脸书上po文 香港情势一旦发生变化 可停止使用香港澳门关系条例 被外界解读成 线缩回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一戏之间香港人全慌了 移民顾问公司的员工 面对香港民众询问 讯息回不完 负责人讲到故乡处境心急如焚 眼泪几乎躲筐而出 专家分析按照现行的港澳条例 香港人一到两年就能涉及台湾 也能选择投资移民 但如果依照两岸关系条例 不只要面谈还得建党指纹 移亲居留满四年 才能申请长期居留 在两年之后才能申请定居 又专家建议趁早申请 免得沐以承舟 不只时间拉长 连成年子女也无法依亲在台湾的父母 我们现在香港人是在夹缝里面 一边你又要面对国安法的一个压力 然后另外台湾这边 突然又说把我们当成大陆人 那我们好像两边都不是人 香港人加逢变故 就怕民主自由的价值消失殆尽 沉痛恳请协助 各界除了撑港声援 也别断了他们后路 记者邱荣幸 曹生台北香港采访报道